好 第十二题这一边他说 这三个是联系的terms of ap ap 他有什么property呢 就是他的d呢 是t2-t1 也就是t3-t2 也就是t后面-t前面 ok 也是tn-tn-1 所以我的这个2k-1 整个减掉k加5 会是等于我的k加1 减掉这一个2k-1 所以我把这个搬过来 这个搬过去 所以我就有两个2k-1 等于k加1加k加5 然后我就有2k加6 等于4k-2 然后2k等于8 所以我就拿到我的k等于4 so 我拿到k等于4的时候 我检查 讲检查呢 其实我还是一定要用了 就是说我的这个就变成4加5 也就是9 2乘4-1 8-1 7 然后再来4加1 5 所以这个是975 来的 所以在这边他要找common difference 的话 这样他的第一就直接是7-9 negative 2 好 好 其实呢 以前那旧的课程呢 我的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他有abc三个terms的时候 我的b-a等于c-a a等于c-b 然后我就有2b等于a加c 我的b等于a加c b 当年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formula 然后这一边这一个 其实就有那一个2b等于a加c的那个味道 在那边 ok 可是现在旧的课程是没有学这样的东西 好 第13题 他告诉我 sum of first six terms 是3 然后接着sum of eleven terms 是-132 我的sn等于m2 2a加n-1 d 所以我就有6b 2 然后2a加n-6-1 d 等于3 11b 2a加11-1 d等于-13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个变3 然后3跟3月变1 所以我就有2a加5d等于1 这一个我就有2a加10d等于 这一个2乘上去11除下来 所以我的这一个-132乘2除11 它是-24 -24 所以我的a加5d等于-12 equation1 equation2 所以我拿我的equation1来-equation2的时候2a-a 5d-5d没有 1-12 然后变成13 然后我再sub 我的那个a等于13 intoequation2的时候 13加5d等于-12 5d等于-25 所以我的d等于-5 好就是这样 然后他要我们找first3 term of this ap 所以我的a是13呢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a是13 second term是13-5 12 13加-5啊 加-5 然后变成8 第三个term是8加-5 8-5 3 所以他是13 8 3 好就是这样 好就是这样